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很多人因为情绪的失控 那伤害到最亲密的家人 也伤害到你最亲密的朋友 有时候因为情绪的失控 所以有时候使得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或者一个很好的前途发展 就白白的失去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中演讲的时候 有一位很年轻的女士 她刚出来工作没有多久 她跟我说她有一次很惨痛的经验 就是在一怒之下 她把她的一个高级音响就举起来就摔坏了 就问她说那高级音响值多少钱 她说值20万 一怒之下摔下去就20万 过五秒钟以后她醒醒了 然后就非常痛 痛到不得了 然后她就问我 刘老师 我一生不管我怎么努力 经不起我摔几次 所以我怎么样可以避免再摔第二次 她问我可以怎么样避免 不会再重犯相同的错误 那我就说那只好不断地提醒自己 比如说你摔坏的这个音响不要拿去丢掉 用一个玻璃框把它框起来 对 摆在客厅的最明显的地方 每一次只要亲朋好友来参观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们介绍这是我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我一气之下把她摔坏了 价值20万 不断自我提醒 可能就可以避免掉下一次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不只是要来认识情绪的重要性 我想情绪的重要性 我想各位同学以你们的聪明才智 我不用多说 大家都一定知道 所以你今天会来就是因为它很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课题是什么 学习 我有没有可能透过今天晚上的讲座 我可以成为一个 可以驾驭我的情绪的主人 我想掌控我的情绪 那首先呢 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 一定要学习跟情绪做朋友 所以 跟情绪做朋友很重要 你要了解情绪 而且要接纳情绪 情绪不是坏事 情绪是好的 所以允许情绪 这个不容易啊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常常是不被接纳的 比如说 你在那边哭闹 比如说 你在那边 生气 骂人 摔东西 你在那边 这个告诉别人你非常害怕 你不敢 那你家里面的大人 父母亲 爷爷奶奶 姑姑叔叔 他们会尊重你的情绪吗 会接纳你的情绪吗 还是他们会嘲笑你 他们会指责你 甚至呢 我们在台南的乡下 小孩子在哭的时候 老人家会怎么样 老人家会认为这不吉利 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家里死的人才要哭 你在那边浪哭 不吉利 所以有些老人就跟他我还没死呢 你哭什么 所以哭泣也不行 所以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情绪不是被很单纯的很直接的去接纳 那无形之中 我们的生命长大之后 对我们自己一种很自然的情感 很自然的情绪 我们也没办法很自然的去接受他 我常讲情绪啊 就像风啊 雨啊 这个是自然的变化 情绪呢 它就是自然的变化 那我们能够尊重他 接纳他 允许他 所以我常教导一个口诀 这个口诀呢 就是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掌控你的情绪 我跟你说 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你只要闭起眼睛 念四句口诀 保证你消气 那这四句呢就是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你可以生气 生气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陪你 你只要闭起眼睛 念一遍 你气还没消 再念第二遍 然后念的时候慢慢的念 你就会发现 你里面的那个愤怒的感觉 就慢慢的消除 悲伤也是一样 我知道你很悲伤 你可以悲伤 悲伤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陪你 所以这个是 你去接纳你的情绪的一个态度 不要拒绝你的情绪 所以很多人一生气 就在心里面骂自己 我真的很没用 我已经发誓不要生气了 我怎么又再生气 所以呢 当你越想要去掌控情绪 掌控你的愤怒 你就发现你越掌控不住 接纳他 接受他 所以情绪管理不是消灭情绪 情绪管理是跟情绪做朋友 所以你要接受你的情绪 允许他 那 再来呢 管理情绪的最高境界 就是你可以用语言 或者用文字 来表达情绪 所以用表达情绪来达到控制情绪 这个表达情绪跟情绪性的表达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情绪性的表达 就是我开口骂你混蛋 你纯实 这种东西也不会你去跳楼算的 那这个就是情绪性的表达 我在表达里面充满了情绪 那这个是控制情绪还是被情绪控制 这是被情绪控制 这是被情绪推动 那表达情绪就是告诉别人 因为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感觉到一种没有被关注 没有被尊重 那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很想让你知道 我这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我在表达我的情绪 所以你借着表达情绪就可以管理情绪 那表面上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觉得我没有被尊重 我很不舒服 但是呢 单单这么简单的表达方式 很多人就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情绪的 情绪的 抵达跟情绪的 发作 那个时间 是非常的短暂 可以说电光石火 所以情绪呢 它有一种现象就是 它会自动化反应 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立即反应 不经思考 不经思考的反应 对 来 我会不会说 那个网友 看 没有 想我 那么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